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谢文献,大家都叫我献哥 有朋友来问到一个问题,提到有关不知道该怎么样结尾 我要做什么结尾才能够铿锵有力 我要做什么样的结尾才能够吸引听众最后的注意力 在这边呢,我提供几个方法让各位去思考 其实,我常常在简报的过程中会跟我们学员或者朋友分享一句话 这句话叫做破题如简报 结尾如棒锤 破题如剪刀 结尾如棒锤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我们一开始讲话的时候,那个破题的功能就好像一把锐利的剪刀一样 我要剪下去 待会我要告诉各位的是,我要讲A,我不是要讲B 那个破题的锋利程度要够高 然而回到刚刚朋友所问到的问题,结尾 结尾是一种棒锤的概念 在即将要结束我的简报或者演说之前 我最后要告诉听众的事情到底是什么 它有一个棒锤的概念 通常如果你要做好棒锤的概念 有三件事情是值得各位朋友们好好学习的 就是第一,你要练习讲故事 那个很会讲故事的人,如果一个很短的故事 两分钟三分钟,在一个简报的最后篇幅来收尾 会留下给大家很多想象的空间 第二,要善于举例 通常在台上讲话的人,如果是照本宣科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 这跟我以前在念大学的时候,老师在台上讲话 根本没有什么两样 台下的学生保证睡成一团 所以你要很善于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来跟听众朋友们讲,你到底要讲的是什么 第三,第三个最好的观念 我觉得你可以讲一个亲身经验 你所讲的这个题目,比如说题目是我的兴趣 你讲的题目是我们公司研发的产品 你要讲的题目是我们即将出的一本书 你可以谈谈你看这本书 你从事这个运动,你参与这个兴趣 你刚开始去打高尔夫球 你学游泳的亲身经验 通常在讲亲身经验的过程中 有几个重要的原则 要讲自己不好的地方 听众通常会觉得很有共鸣 如果你讲你自己多厉害啊,非常棒啊 通常引起共鸣的几率比较低 最后建议大家一个方法 如果你的结尾要能够做到棒锤的功能 最好你能够背一些非常简短的句子 我们把它称之为金句 金色的金,句子的句 所谓金句的概念就是一个很短的句子 你要把它背得非常非常的熟 如果熟练到一种程度是你马上想到这句话 你可以马上把它背出来的话 这个金句锋锋利的程度就会变得非常高 各位朋友,如果你听完我对于这几个题目的解释之后 我还是要提醒大家 一千个想法不如一个行动 想再多都没有用 你只要亲身自己去练习 你就会感受到口语表达的魅力 一千个想法不如一个行动 不也是一个非常有利的金句吗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